在上一次的九合一大選 也就是二零一八年的那一仗呢 國民黨用寒流崛起 再加上討厭民進黨的戰略奏效 所以取得了勝利 但這一次還能如法炮製嗎 台灣民意基金會針對國民兩黨 做了溫度調查 國民黨的平均溫度是四十四點八二 民進黨比較高是五十二點九二 是完全比國民黨還要高的 但是現在游英龍就說 這個東西對國民黨來說 恐怕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他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同樣也對兩黨做了溫度調查 當時國民兩黨都是在五十度以下的 民進黨的感情溫度是四十三點二二度 國民黨則是四十七點七八度 不過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跟二零一八年 那一次比起來是增加了十度左右 但當時這個選舉結果是民進黨大敗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涵呢 他認為說這有可能國民黨 在這一次的選戰中 這想要選得像上次一樣漂亮 這樣可能不如預期